我們要往四十頁這邊來看一下 四十頁這個呢 欸 你真的可以告訴他你要在上面寫什麼字 你看在這裡 我有沒有開宗明義告訴他 你明天會寫什麼字 有齁 來你看這裡 有沒有真的把字寫出來 小字就不用看了啦 小字一樣無字天出 但是你有感受到 如果能夠把我們字直接寫出來是不是很好 因為你就不用學 影像處理軟體了嘛 這樣 因為說真的 用影像處理軟體要做這個還不太容易 因為你要會很多 操作的技巧 所以 你如果是像這樣你上面 你就自己切換一下就好 這個 代表你可以自己試看看 好 那 另外一個我們在往 四十頁這邊前進一下 這一個的話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試過那個手機的長曝光 因為我們以前在錄影有朋友 喜歡玩這個就是 用手機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走電筒的燈光 那你就可以寫字 對啊 寫字然後長曝光就會變成真的有那個軌跡出來 那這個東西 如果你真正實際去拍 不見得每次都會成功 但是用AI成功機會比較高 呵呵呵 所以你看我們在這邊一樣的 我有一個主體 對不對 一個穿著 暗服可愛的小朋友 你可以把它換成冰雪奇緣的 所以我們下面這裡我就換成冰雪奇緣啊 一樣啊 可以啊 對不對 好 再來 場景 有沒有在晚上的 中式庭園 好 中式庭園 這樣有沒有 再來 他的動作 就是用仙女棒 對不對 畫出一條龍 但是這裡有一個 你倒是留意一下 有一個叫Live Painting 燈光作畫 有沒有 所以這個如果你沒有這個關鍵字 你可能成功的機會就稍微降低一點 所以有些時候你就是要用對關鍵字 然後呢 後面就是 照片風格 就真實照片的風格 所以呢你可以像這樣子你就可以自己改變一下 你就可以把它生成 這兩個 待會大家也可以自己試看看 好就可以稍微嘗試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說事實上你只要會 就是給他適當的提示詞 其實大部分生成效果都還蠻不錯的 有感覺到講中文會通有沒有很高興 完全不用擔心 這個英文這個單字 然後這個語法要怎麼講 事實上說真的你跟AI溝通的時候語法錯 他很多也會 認識 因為他會自動 去看一下 這個大概是什麼語法 幫你猜一下 然後我們往後面看一下 這裡 你看到簡報42月 42月讓你想到什麼東西 你知道為什麼現在LINE貼圖這麼容易做的嗎 我跟你講有AI之後那個LINE貼圖的生產量大增 真的 我們在學校常常都會給同學 練習怎麼做LINE貼圖啊 他有他的規格 就那個尺寸 可是 重點是你要自己畫這個 你覺得以前你要畫容易嗎 你看 有沒有都是同一個男生的表情 你自己畫看看好了 大部分都是剛開始上課兩三節課很認真 第四堂以後開始就 有點遲到了 第五堂開始就不想去了 因為 沒有天分 那你要 做這個怎麼做 我們特別強調 同一個台灣男生 有沒有 特別強調台灣男生 同一個 然後展示各種情緒 對吧 如果你要 這個 這個我就告訴他 哈利波特的魔法 就請他幫我把每一種魔法 把它秀出來 有沒有感覺他就可以變很多 因為這個提示史我放在下方 放在這一頁的下面 這裡 有沒有看到下面有 我的提示史在這邊 他展示各種魔法的動作集合圖 那每一個動作旁邊他標示英文單詞 對 而且人的面 面部表情 事實上 因為這個圖比較小張 所以面部表情比較難 去 做得很細 可是我們可以 透過後續的放大 跟增加細節 可以改善一下 這樣有沒有清楚 所以像這個我就蠻建議大家你可以玩玩看 你可以玩玩看 記得強調一下 同一個 同一個 你就比較有機會生成 那 一般來說 這種圖 我們為了讓他 比較好分割 所以我通常就用白色背景 這樣我要切開比較不會 造成那個 對不對 所以 這個你可以參考一下 來 一樣的 給大家先玩玩看 就是我們剛剛有幾個 40 41 42 你幾分鐘的時間 先試看看 好的 一樣幫我們貼到 你的那個 白板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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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